好了 Base on上一条影片 就讲 怎样透过Anchor 将UST 变成AUST 收19.5% 再pair up with UST做的LP 在loopmarket做的LP 令到我们的收益 可以由19.5% 提高到25% 有很多人都说 当中有什么风险 还有那个平台币loop 由高位一直跌到现在 是很低惨的 实质是否收不到25% 其实做得在DeFi 就是做得在这些平台币 平台上做挖矿 基本上我们都预计了平台币会一直跌 你看看最经典的 比如我们去Pancake Swap 你看看 Pancake Swap 基本上它的币价 由推出的时候一直升到最高40元 接着 这是一年图 然后一直跌到现在 只剩下大概1,000 只剩下6元左右 其实在Pancake Swap 那些人做挖矿 一直收紧 这个平台币 其实你不会 比如你 由十几二十元 你一直收的时候 你不会等到它一直跌 跌到只剩下6元 你才对回做Stablecoin 或者其他大的币 比如Bitcoin 或者Ethereum 基本上你做这些 挖矿的平台 你做LP 你收到平台币 老实说你都预计它升 升完之后 然后一直都被人买 然后一直买的时候 估额就创价就会跌 基本上一路跌的时候 其实你一路挖出来的时候 通常我做法就会立即 将它转成Stablecoin 或者其他大币 就锁定你了 这是其中一个 很简单的 你做挖矿 其中一个要管理的风险 这是第一 第二个风险 就是你由于牵涉两个平台 一个就是Anchor 一个是Lumarket 理论上你就是 两个Smart Contract的平台 你要没有一个Smart Contract的风险 但是你玩得 Crypto 或者做得DeFi 基本上你 在那个平台 都有这个 Smart Contract Risk 另外一个 就是 LP LP的Return 会继续 是一个variable 会继续变 这些都是基本上 我们做任何的DeFi平台 基本上都是 大部分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风险 最主要就是 看看你 怎样去管理 不同的风险 其实我本身自己 也有个网上的课程 都有讲 不同的Protocol 有什么不同的风险 我们应该怎样去管理 这就不多 细节目去讲 最主要 今集的内容 其实想讲什么 就是想讲 一个玩开 Crypto的人 比如 Based on 这个例子 例子 最简单 最strict forward 如果我收到25%的情况之下 就是我本金 我收到25%的Return 之下的情况 我究竟怎样看市面上 其实其他资产的格格 比如很strict forward 就是 说车位 有些人去投资车位 对于一个玩开Crypto的人 其实他收着这些Return 其实 对于一个车位 究竟 理论上 多少钱 才觉得合理呢 这条片就想讲这一件事 不过相信说这条片 应该 大部分 持有车位的一些业主 基本上都是 很双叉的 因为 我觉得 那个 合理 车位的格格 其实应该 低无可低 好了 现在 细节目 讲讲究竟 我那个想法 这个topic 基本上 我在自己的群组 都 前几天都有看过 拿这个例子 都跟多些人分享一下 车位 到底多少钱一个 我才觉得合理呢 我找一个区分来做例子 就是 将军澳的日出康城 我们看看日出康城的车位 正在卖多少钱 你看到那些车位 在卖 有些 225万 有些 210万 进海 日出康城 215万 有些去到 206万 有些203万 我保守估计 我就当它 210万 接着我又搜寻一下 日出康城的车位 如果那些人租 是在租多少钱 这个应该不是 很更新的数据 就是我上网 试试找的 这个去到去年9月 不过 听闻有些朋友 也有分享 其实都是差不多 这些价钱 我想4800 到5000元左右 一个月 一个月租 我估计 我就当它4800 来到去 计算 买车位的话 假设售价格 刚才说的 保守估计 是210万 一个 你要上汇 我们给首期 50% 50% 即是105万 假设 你 公楼 我当你 在楼里套现 一块钱 出来 就可以 用公楼的利率来算 用1.5% 已经很低了 也可以当你30年 计算 因为你从楼里套现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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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元 不算责费 不算管理费 基本上 月供也要3600元 我们看看 按揭计算机 按揭计算机 我当你210万 车位价格 你给了一半 做首期之后 我当你可以供30年 理论上 不可以供30年 车位应该不能供那么久 然后利率 也没那么低 但我假设你 利用你层楼 套现出来 放在 车位 变成你供了层楼 的债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每个月都要付 3600元 刚才那条数 基本上对一个 玩开虚拟的人 简直是 天荒野谈的数字 基本上 我刚才讲的例子 如果我把首期 放到Anchor 和Loop 做LOP AUST和USD 我假设 上一条片 我们讲的是25%的 Return 我给完一笔首期 10500元 基本上 我每个月 25%的 我收21000 21000 基本上我都真的 不需要再供了 21000 我每个月的 车位的租金 是4800 21000 减了4800 其实我还有16000元 那这16000元 我用来做什么呢 这16000元 我再放回去 AUST和USD 再来到Loop 再收个息 其实我真的 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还要买 一个车位 就是 我这样 基本上就可以 拿了这个首期 放下去 每个月 交完租 之后 我还有大把钱 还可以继续 放下去Loop 有些人当然 不是拿来自用的 是拿来投资的 然后他可能在 付完首期 其实他每个月 他可以收到4800 但是他供3600 每个月还有一千二元 好像有好处 然后那个 首期基本上 他都是套现出来的 可能在一层楼套现出来 基本上他 你分号都不用拿出来 就基本上 会收1200 那是不是很好处 其实我就觉得 你真金白银 在层楼上 套现够钱出来 套了105万 其实 你是可以有很多 其他选择去做 基本上 如果你放在 那个车位 买那个车位 基本上就是 对一个 玩开 来说 完全 是一个 不会做的 一个动作 这样说 你问我 究竟多少钱 才是一个合理的车位 算个数 三十万 好了 听到这里 三十万 应该在 车位的人 应该会想斩我 为什么呢 我说我的logic 为什么呢 你每个月收紧 4800 那个车位的租金 你就乘以12个月 一年你收到 那个return 是不是 一年你收到 return 我将它 除回 如果是25%的话 除25%就是 如果我在crypt的话 我25%return 我究竟拿多少本出来 我才收到 每个月 4800 就是这一块 4800 12 0.25 就是我 就是玩crypto的时候 我拿出来的 半金 好了 你说 车位不同 你crypto有风险 其他东西 OK 我当有风险 真是 我给你30%的 premium 乘以1.3 其实我 count下去 我都是30万 有些人说 用不了 买云吞面也买不了 错了 基本上 我拿着 crypto的 visa card 去出金 我在OK 或者sever 买一瓶水 几元 我都用到 你不知道的 你不信的 你看回右上 我之前有条短片 就说我拿着 crypto card 去来 OK 买一瓶飲 几元 我都买到 还有 不同的 出金方法 我都能出金 所以这条片 就是想探讨 对于一个 crypto 玩开crypto 的人 其实现在 其他的 资产价格 基本上 对于我来说 是得大不少 当然有很多人 不同意 简直是 你这些 没有保障 有其他东西 怎样怎样 都不要紧 各人有各人 自己的 想法 和自己的 取向 最重要 选一个 適合自己的 方法 就好了 讲到这里 都是那句 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和我自己的sharing 并不构成任何投资 或者财务的建议 所有东西你都做好自己的research 你才做其他的决定 扶回你自己的责任 讲到这里 如果你对于加密币 可以赚取一个被动收入 这个课题 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也有一个网上课程 关于怎样建立 每个月有3万港币的被动收入 透过加密币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 视频箱里 有一条链 今天可以看 网上课程的一些详情 多谢收看这条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阱市 下岁 对 下岁 再来看